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共享经济呢大家呢可能比较熟悉的全世界知名的就是这个这个Airbnb就是这个民宿出租床位房间或者是Uber就是说想要取代计程车的 那么其实呢各种的形式啊把你家闲置的房间车子或者是任何其他的可能工具啊还有你自己的时间出来也可以赚点外快哈 那么还有呢就是也因此呢连带着带动了很多的零工经济所谓的零工经济就是说你不是正直的朝九晚五咯 那么你呢就是这边坐坐那边坐坐讲好听一点有点像freelancer这样子哈 那么在美国呢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跟快速的一个趋势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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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多的人是加入了这样的一个零工经济里头 那么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呢也在讲台湾的现象 那么在这个开宗明义呢杂志就讲到说台湾其实有62%的劳工曾经兼差过就你不是只有正直而已你还要打别的工 71%的企业是聘过零工的那其实这中间就有一个很大的界限就是说传统的打零工 因为呃从以前到现在打零工煎好几份菜的人都有非常的辛苦 那么未来我刚刚讲到的这种网络的平台社群的网络的发达会不会让更多的人可以追寻你的梦想赚更多的外快工作更加的自由 在这一期的远见里面呢做了非常多的case介绍非常多实际的状况 里面有我刚刚讲了很多是所谓的传统的打零工也有新的形态的这样子的一个联工经济的浪潮袭来 究竟呃在台湾的状况是如何 所以首先请教这个呃远见的副总主笔李建新建新跟我们讲一下 你们怎么决定想要做这样的一个专题呢 啊其实我做这样的一个题目原本的动机很简单 因为刚好我们也也刚好快呃在在前几个月 刚好知道很多社会新建人投入了我们所谓的职场嘛 开始在找工作 然后每年这个议题大概都是我们所谓在在找 就是说青年人失业的一个一个状况的一个 每一年这个这个题目都会再被吵一遍 是是是 但但我今年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我会发现说啊 以前我们都会一直一直在观察说啊 那他失业率有多高啊 有多少人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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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正式的工作 或者说啊他递了多少履历啦 然后又变成怎么样 可是你知道吗 我这次啊就访问到了一个小朋友 也就是说刚出社会的小朋友 就发现了有一个状况 其实啊 嗯 虽然我们说很多的正 我们在之前不是呃 在在企业界一直在讲说缺工找不到人 对啊 那那年轻人也觉得说我找不到工作 可是你知道吗 我后来发现说 这原来有一个非常微妙的一个状况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他未必会想要像我们这一代 我们会觉得说在一个企业 然后我我我好好在这个企业待着 我等着升官加薪 然后我在那边学经验 那到成熟一点我去我去跳槽 然后又是到了另外一个企业去服务 我们会觉得很天心地义 但是现在我接触到非常多的一个青年学者 我觉得他们并不是这么想 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是什么 哇那你知道现在很多年轻人 他会他会觉得说一来啦 现在说实在薪资也都不怎么高嘛 所以可能不会是22 但是也大概是2526K 那你知道2526K 那你比起之前就曾经有统计过 这个大概如果我们扣掉 扣掉那个物价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物差整个把它回归来 我们大概是会回到 差不多2000年的一个一个水准 17年前 47年前 所以现在很真的 你看立文都笑了 那真的是 而且现在你看现在物价真的涨的 真的涨蛮多 那现在年轻人的想法 未必了 他会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可以来做自由工作者 我可以来打零工 我可以来奸差 例如说呢 现在刚刚立文其实在节目一开始开中 你也讲到说现在社群媒体 还有网络科技的一个发达 所以现在很多工作的一个媒合平台 越来越多 你知道我就发现说有蛮多小朋友 他们的状况是说 我出社会之后 我就开始 我就开始登录 登录我们所谓的这些工作媒合平台 那我可能早上 早上呢 我去做个那个卖场的零工去搬搬货 然后到下午的时候呢 可能临时人家有那种要拜排队 例如说排那种演唱会 那种前时 买票的那种 买票的 那甚至到了半夜呢 还会有一种就是 你知道台大医院有很多名医的 名医的那种 我是挂号挂不进去 真的啊 真的有人那种 就是我测验 搭着帐篷 然后帮你排队 然后反正 我觉得啦 大概会几名医的 大概这样的case 大概都付得起 那个 我一页给你一千块好了 那对他们而言 他们也乐于如此 那我曾经问过这些小朋友说 可是你们这样划得来吗 他说这也合 因为你这样子 一天接个四五根 那每一个 每一个都几百块几百块 累积起来的话 一天大概都有 都有一两千块 如果说我 我整个case接的比较稳一点 那我很容易 在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我根本就不是022k 我一开始就 就是四五十k 那我这样的一个收入 我习惯了之后 你叫我再回去 再回去正值里面 而且我在正值 也就是说在一般企业里面 我不晓得要熬多少年 我才能够去突破三十千 而且说实在我一天的工作 我一天的一个时间 都被 都被 在办公室都被绑住了 对 如果你接零工的话 就是你不想接你就不要接 是啊 可是 而且我还可以自己去 去挑工作嘛 所以说其实当时 刚刚立文在问我们说 怎么会写 写这 怎么起心动念 会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嘛 当时其实 我有一个更sacy的一个 的一个标 不叫做非政治大军 叫做你 然后逗号 被Uber了 这就是说我们的工作呢 以前我们 我们在正值的工作里面 然后甚至我们在企业里面 是一个job 就是我们每一个职务 或许像立文是一个主持人 那我是一个 我副总组笔 那甚至是记者 那甚至我是企划 但是呢 企业 现在也越来越不喜欢 用正值的员工 因为他会觉得说 我现在要在外面 租到专家 找到专家 我不一定要把专家 骂到我们公司里面 来我去养他 我需要这个case的时候 例如说 现在主持人很多 也未必真的是依附在 电视台或电台里面 我需要你的时候 我用终点来赚给你 那现在终点组 点数组 然后主要自由工作者 再包括像 像这些 像这些 一个不是job 然后慢慢地拆分成很多个work 所以说 这样子拆分之后 你看 各位听众朋友 你不觉得我们就很像 Uber时机吗 那我们的工作 本来Uber是一个名词 可是把它当成一个动词的话 我们都被Uber了 然后你站在企业的角度 以前叫做 我聘用了一个达人 我需要很多 我买了达人 就是说 我必须要负担他的劳健保 我要负担他的一切一切 然后他的时间是被我买断 但是现在不是 现在叫做 我租了一群达人 就是说 这些达人 我不一定要 我需要你的时候 你这个case 我委给你 然后你 你来帮我服务 甚至我刚刚讲的 那个小朋友也是 有的人就很懂得 排队的美感 有的人 在假日的时候 他带起那种 像世大运那种 熊杖娃娃的那个头套 那个也是需要专业的 因为你要活灵活现的 转件之外 可是这个 我不需要真的在我的体制内 去 信用正式的人工 我只要 我只要用点数 或者是说 我只要用零工的方式 我去租达人就好 所以有没有觉得 我们的工作都在变 而且这样的一个趋势 是非常恐怖的 对 所以刚刚这个 在我们线上 远见杂志的 副总主笔李建兴 跟我们谈到 这一期 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 非政治大军 他本来的标题 是想要说 小心你被Uber了 那么这是一个趋势 我刚刚讲 而且是全世界的趋势 跟过去 我们期待或父母 希望自己的小孩 能够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这样子的一种期待 跟生活方式 似乎已经变得很古老了 现在的年轻人 似乎也没有这样子的 一种自我的期待 所以新的工作形态 变化非常的大 那么刚刚 虽然建兴 跟我们提到了 这样子的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趋势 可是 当然我相信 听众朋友听的 第一个感觉 会觉得说 那年轻人 年轻力壮 对不对 他可以做这种 半夜也去 然后随时的这种时间 可以很零碎 然后靠体力啊 他做很多工作 是年轻人才做得来 像我们这种 我们真的没办法 没办法 我们都要扶老了 对那会不会 年轻人会不会很害怕说 我现在是年轻力壮 我二三十岁 可以做这种 那我以后四五十岁 五六十岁的时候 我叫一辈子 做这样的一个零工吗 就像你讲的 我如果在一个 稳定的一个企业里头 或一个专业里面 我可能我的薪水或收入 我希望能够呈现性的成长 当然了 现在有很多中年失业的 变化也很大 你想要有自己的自由嘛 对不对 然后我想做就不做 我不想做就不做 可是如果你要结婚生子 如果你要付房贷的话 是不是 在这个零工经济上面 对于不同的人 适用的程度会不一样呢 是 我觉得立文真的是 蛮洞察这个时事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 大家听到我这样讲 或许有的人比较热观 会觉得说 这就是未来的一个趋势 那我之前也不用被防止 毕业也不用付出那么高的 一个成本 好像感觉上相得欲章嘛 然后反正现在找工作 那个门合平台 就很方便嘛 但是其实 我这次的一个文章里面 有几个是隐藏版 就是后来没有在杂志上 但是我觉得蛮值得拿出来 跟大家分享 就是其实有几个 有几个非常严重的一个现象 恐怕是在未来这个 零工风暴的一个状态下 你我都要特别去小心 刚刚立文就点到了第一个 你知道我们年轻人 如果说将来 企业也越来越不喜欢用零工 那就刚刚 像刚刚 你看其实一开始就有讲了嘛 现在如果照我们的统计 你知道台湾有702万人 曾经打过零工 曾经啦 那可是有218万人 正处于非典型就业的状态 也就是说 现在正在打零工以约聘 或者是说以非正职 或用派遣的一个方式 或者是说我用兼差的一个方式 在打零工的就有218万人 而且这个是非常多 而且另外更可怕 你知道现在有71%的企业 他们已经承认说 我们曾经聘过零食工 对啊 然后更有46.8的公司酝酿 想要用打工族 取代未来的正职员工 是啊 因为我们这些年来 我插一下话 我们这些年来 那尤其是我们现在 不在修劳基法一例一休吗 只要谈到劳工权益的时候 就会有人大声疾呼说 不可以再用派遣 不可以再用派遣 怎么连政府都在用派遣 问题是说 这就是趋势啊 对不对 就如同刚刚这个建新所说的 越来越多的企业 越来越多的组织 他其实要的 不是一个长期的 我聘雇你这个人 我只是要这个时刻 在这个案子里面 这个需要 我用租用的 所以打零工的意思就是这样嘛 派遣的意思就是这样 但有时候 已经正直派遣化了啦 但是呢 这就是一个 这就是一个趋势 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 所以刚刚建新 已经给我们数据了 这么多的人 台湾的人 现在正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 很多的企业也都有这样的经验 而且这个趋势是上升中的 这真的是乐不可挡 或许你会觉得说 企业很要求 怎么会这样 就是说实在 因为现在时事变化太快 你看科技发展很快 就每一家公司变得很浅跌 他们 我架构一个部门 然后我说实在真的 现在很少公司有那个能力说 我把人给招聘完了 然后我慢慢的去让他们学 慢慢的 慢慢的让他们 让他们去成长 可是说实在 因为台湾都是中小企业 真的 那我不可能投资这么多 去设立一个新的部门 买新的机器 然后还要培训人才 我不可能投入这么多资本 而且立文你知道吗 很多产业 现在可能两三年 就一个大变化了 对 真的 对 你看像科技院 你记不记得以前 我们刚开始半导体 半导体完了之后 那个LCD 然后什么变腔变式流行 一阵子之后 忽然现在又变手机 那个快到 你没有办法去 越来越快 所以说后来企业在整个产业 越来越浅跌的一个状况下 逼不得已它就变成这样 好 那这样 我刚刚我们话说回来 这对于我们 劳工有什么影响 其实我觉得我蛮忧心的一点 当然如果企业都形成这样的一个状况 我都不聘盛局了 那我都聘零食工 那是不是意味着 将来慢慢一代一代出来的社会新鲜 就第一次出来找工作的这一群人 他们几乎都不太有机会到政治的一个体系里面去历练了 真的 那你没有办法历练 或许你会觉得说没有办法历练就没办法历练 你有没有想过 企业要用的人通常都是还是 如果他愿意花比较高的一个薪水 或者说花比较 就算是我零工 我要聘的专业零工 我那个薪水 我那个配的待遇比较好一点的 通常都是要有经验 或者说你有人脉 或者说你知识领域也到一定的层次 那这样的一个工作 这种专业性的工作 怎么可能落在年轻区 就是社会新鲜人的手中呢 那所以社会新鲜人就会沦为一种情况 我一出社会 因为我没有政治的历练 我只能靠卖时间 对啊 就像我刚刚讲的带头套娃娃 然后当操偶师 或者说我当演唱会的场部 或者是说临时我被派去 我被人家委托说 我去台大医院排个队 这也是赚钱 没有错 但是你会想过 这个都是卖时间跟体力 而且你现在几乎 大部分的年轻人都是大学生 你大学念了半天之后 结果你去帮人家排队 那干嘛念大学啊 而且立文你不觉得最恐怖的说 但如果将来 根本就没有这个环境 让小朋友们去练习 对啊 你就当我当一两年的一个 一个底层员工 我当一个专员或怎么样 他最起码我有被力练过 可是将来如果这个这个越来越多 这也代表就是说我们青年的一个 职业率会越来越高 然后你在派遣的 在约聘的 然后或者是说以临时工方式去 去去去去去去 越来越来越多 这样久而久之 就会造成人才的 世代断层 那世代断层 甚至你知道吗 在日本 因为日本 我们都知道说 通常日本都是 台湾都是日本的 那日本人在整个失落的 经济 在一二十年之后 其实你知道吗 他们刚 日本称为这种 一直打零工 没有在政治工作的 的人 叫做非特族 什么族 非特族 对 非特族 就是 非特族 非特族 然后特 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叫非特族 那非特族 一般我们都会觉得说 只是年轻人 一开始 我刚出车 我找不到工作 我站住 我就暂时度一下 可是你知道吗 在日本出现了 非常多的中年非特族 我到了中年了 我还是持续在做这样的工作 那因为工作机会越来越少 因为想一想 台湾还蛮可能这样 很可能是这样子 我觉得 其实是很辛苦的 当然未来可能心态都要调整 就是说 的确也有人很 就是说他在这里面 得到很多的成就感 然后他又觉得说 他非常的自由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专业 他有他自己的兴趣 他的专业 他可能一下子又是负责 帮人家做广告设计企计划 可是另外一方面 可能又每个礼拜六 礼拜天是个舞蹈老师 或者是说教画画 就是说他的专业 跟他的兴趣都可以变成他的工作 那这个是好的 可是有更多的人 是迫于无奈的 或者是说有些人 比较是说我的业余时间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Uber 或者说你把你们家的房子 租出来 变成民宿这种的是多余的 那这些都还OK 都还不错 可是如果当你的正职是这样 而你每天是被这些工作拖着跑 有一顿没一顿的时候 其实还是很多人是很辛苦很心酸的 然后你不做你就会很担心说 我如果三天都没有工作 人会有时候会恐慌 会害怕 我觉得当然 我们说自由工作者来讲的话 可以跟我刚刚立文讲到 就是说有胜利组的 他或许一个人 身兼多词 而且他真的才艺也很多 我们也听过说有那种医生 然后他自己可以去当个画家 或者是说 他又懂法律 这种人蛮多 我想立文大概就是一个典型 就是说他如果接一个case就很多钱 搞不好很多人要跟他 要用他 他还爱接不接 对不对 有专业嘛 你说其实电视上很多名嘴都是这样 那卖的是他的专业跟时间 他们也要赶通告就是了 上越多长赚越多 坦白讲也是辛苦 可是说实在有另外一种 还算不错了 有另外一种 就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那种如果说 你一开始就是非特殊 而且你卖的是时间跟题 那另外你知道我最担心 除了说会造成人才的 一个世代断层以外 刚刚我们不是有提到说 其实正史 当然他有他的缺点 例如说你时间被挡住 现在也不很难加薪 好我们先要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之后 会继续听原件 好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郑立文 为各位访问的是 原件杂志的副总主比例 建新谈的是原件杂志 这一期的封面故事 在讲非正直大军 就是打零工的意思 那打零工呢 有很高级的 然后也有很辛苦的 有很厉害的 那也有每天在图温饱的 但是呢 这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 而台湾更是如此 搞不好台湾 我觉得台湾还比较慢 因为台湾的网路跟社群 其实没有像美国 像大陆这么的发达 但是即便是如此 台湾也有 根据原件杂志的调查呢 62%的劳工曾经兼拆过 71%的企业是聘过零工的 而当下我们就有200多万人呢 他是没有所谓的正值的 他就是每天打各种不同的零工 接各种不同的case 从几十块的 可能到几百万的都有吧 好所以呢 刚刚就讲到说 这是一个未来的趋势跟形态 那么在这中间呢 你要怎么样去 他会变得就是说很有弹性 或许这是你中年失业之后的 另外一个春天 但如果说 可是另外一个可能也是 你20岁的时候 去帮人家排队六狗挂号 你觉得很OK 可是你会不会 30年后还在那边 帮人家排队六狗挂号 这样会不会很恐怖啊 建新 我觉得立文真点对了一个题目 所以我还蛮 我觉得只有无贵见 我觉得当然排队 也有排队的专业 然后你说 带熊战的那个头盗娃娃那种 也我觉得都很值得增进 那如果没有他们帮忙的话 或许比较忙的一个族群 就有很多事情 没有人去share掉 可是我觉得 刚刚除了我们谈到像世代 世代的一个人才断层以外 我就就个人而言 正史最起码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你在一个领域上 你不断的去累积 累积 而且你的履历 你要跳槽到另外一个工作 是可能会被 可以带着走的 可以被upgrade走的 我觉得零工在这方面 真的比较危险一点 我们访问过很多 现在在打零工的 的一些朋友 对啊 我看到你们讲 很多case跟故事 其实蛮好看的 蛮好看的 对啊 然后我会觉得说 其实很辛苦 很辛苦 然后你知道吗 其实有蛮多case 是后来他要 他要想要回去 回去打零工 回去打证止的时候 结果人家就不愿意 他或许他现在一个月 可以收入到四五万 可是你知道吗 他就算打了十几年的零工 要再回到原本的一个正直去工作的话 人家还是只能给他30k以下的 的一个 还是要从头开始 对 因为大家觉得说 你以前 老板会觉得说 你以前的那些 我没有办法 当成履历啊 那这个的话 其实我觉得 是一个 比较 大的问题啦 然后这个 如果我再说远一点 你这样子心思 没有办法去 去 去成长 然后这个 这个零工 不实在 我们 我们一般 在打证止 在做证止来讲的话 我会许 五年 十年 我可以从30k累积到40k 到50k 我努力一点 可以到60k 甚至更多 可是我觉得 你如果是卖时间 跟卖体力的话 大概 你可能一开始 可以收入到40k 那你10年之后 我真的碰过太多 这样的例子 10年之后 20年之后 你还是40k 对啊 那这会间接 影响到我们 国家的一个生产力 跟国家的一个税收 另外有没有想过 其实这些 打零工的很容易 会差不到税 对啊 对啊 说不到税 对啊 真的真的 我的意识 倒不是说 我要去查这些 零工组的事 你好有 国家责任意识 是是是 这样我会有点拍子 可是说实在 这是一个 我只是在图浅 说这绝对不是 一个职场问题而已 这会是国家财政 跟国家一个 竞争力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我们没有 好好的去因应 那大家如果打的 都是初阶的零工 而不是我说的 跟那种专业 专业我不用 我不用job 我把它变成work 然后例如说我是 就算我们现在 还是有几个工作就是 例如说 我会计师 我未必要在 某家公司上班 我成为专业的会计师 然后我成为专业的 法律顾问 或者是说 我们知道很多企业 也会有那种专业的 媒体顾问也好 或者是说 其他的顾问也好 对 如果是这样 我觉得非常的OK 而且这是将来是 可是可以做到人家顾问 表示你自己 第一个你的专业可能很厉害 要不然就是第二个 你的人脉很好 所以人家要借助你的专业 或借助你的人脉 不然的话 我每次想说 这么多大公司 请一个顾问 但是顾问到底在干嘛 而且说实在立委 像你们这种 就是大家会想要 对 我有很多 可是为什么都没有人来请我呢 我有很多的前同事 有没有 就很多的老立委 都跑去当什么顾问 然后要不然就是 一现任就变成董事长 我就觉得 怎么这么厉害 对 这一面一句话 越漂亮越有能力的人 大家越觉得有距离 谢谢你 谢谢你 那这个像立委 刚才讲到这种专业人士 可是你反过来就回到 我刚刚讲的第一个 我最担心的 这是都被历练过的 你可能在职场上 我当了十几年的 一个财务经理 我将来成为财快的一个顾问 所以说我写的新闻 写了十几年 那我将来 我就从媒体离开的时候 我可以去成为人家的一个公关顾问 但是前提就是说 我曾经在一个正职上 做干过一二十年 你看现在一种小朋友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觉得这是我比较担忧的 就是说 就是我刚刚在讲 日本那种终身非特殊的 好怕会重演在台湾 通常都会 你在日本发生过的事情 十年二十年之后 你就会在台湾找到 你不要再吓大家了 就是说 其实即便是这种 freelancer 就是说 他是一个专业的 我刚刚说画画很厉害 设计很厉害 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各种的专业 那他要接case 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 知名度有时候也非常的重要 对 那你 然后你这中间 很多市场行情是不清楚的 你除非是一个很成熟的市场 如果你现在这是一个很新兴的工作 那为什么你这个这么贵 那为什么他这么便宜 那好坏怎么建地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 我如果是一个公司 我要临时像你说的 我不可能去建立一个部门 那我要请一个人 其实就是租用嘛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形底下 我到底要找谁呢 我要找便宜的呢 还是我要找贵的呢 我要找有名的呢 还是要 通常都是有朋友介绍认识 之类的 口碑 对 口碑 对不对 这种媒合 然后你就说 如果说你是透过网路的话 有点像我们去 看网路介绍餐厅 我们要看网友给他几颗心啊 对不对 不然的话 你透过网路 社群的媒合的东西 我到底找你来 到底 你到底是厉害还是不厉害 我到底是要花多少钱 跟你穿 这是行情 很难 而且立文 其实你知道吗 不只专家 你说像打零工那种 人家也要越来越 人家也要那种 对 你穿雄战的 穿雄战的也很 厉害跟不厉害的差很多 差很多 对啊 你是要病烟烟的熊 还是活灵活现的熊 是啊 那个是有专业 那真的也是都要 那个很辛苦 那真的很厉害 而且你要随时带动气氛 你不能呆呆的 跟木头一样站在旁边啊 对不对 真的 而且所以说 我觉得啦 其实在这边 倒是我们要给大家一些正面能量啦 不要一直在唱这个位啦 因为你是没路由的 对 所以你要告诉我们秘籍啊 撇步 撇步 应该是这样讲啦 我觉得既然这是一个 势不可挡的一个趋势 就是说将来我们都要面临这样 好那或许你一开始 你都没有办法到正直里面去工作 但是你随时随地都要 掌握一个原则 就是说 你要真的不断的去 把你自己的专业给upgrade上来 然后不断的要去累积你的专业 好厉害 功力更强 武功更高强 这样子 真的因为我觉得我举一个例子 因为像我这次又访问到明泽嘛 然后就像是你大家听众朋友你们不要以为说 像立文这样的工作很轻松 他必须要在很多领域里面不断的去累积 你是说卢彦丽对不对 对啊 你们讲到卢彦丽 财经名人 尤其是你要分析财经 那是真财实料 你不跟人家讲错 真的真的 然后像立文 其实你自己的工作也是 你要洞悉各样国内外大事 然后你要有自己的见解 谢谢 这些见解不是一支嘴巴给你而已 因为你真的 你真的必须 有很多名嘴是一支嘴巴给你 我没说 这当然 可是人家也 其实侯录丽也是一个专业 因为你要让它侯录到大家 有粉丝愿意去支持你 我觉得算也不简单 说实在是这样 然后所以我觉得 就是我刚刚讲的 同样一个行业 有的人是用骗钱的 有的人是划重取宠 有的人是没有职业道德的 对不对 就是那你到底要顾你的人 或看你的人到底要怎么挑选 对不对 我跟你讲 就其实你不要让人家 划划卡手 就是说 很重要 有一些东西就是一支新鲜 可是如果 如果你的专业没有累积起来 你不晓得要随时 所以第一个 就是说 我有看到就是说 你们在 呃 迎战灵工大未来里面 有讲到三大修炼 你还是要不断的自我修炼 要自律 要自消 还要自助 自助 我觉得你们第一个放自律 真的非常重要 自律真的很难 因为没有了固定 朝九晚五之后 你可能 你在 你在时间的控制上面 就会整个乱掉了 真的 因为自由工作者 我们会 我跟你讲 其实自由工作者 我们叫做自由 对不对 可是它是从 很多的不自由 去换来的 因为你看 上班所 很简单 我来每天 然后我就去上班了 然后我就打个卡 然后上班打卡 下班打卡 然后其他事情 我就一个月 我大概 大概钱就这样子固定 是 可是你看到 自由工作者 就等于 你就像自己 是一家独立公司 你自己就是一家公司 然后你要去开发客源 然后你要知道说 客户要你什么时候 把case给完成 你必须要有时间 跟财务的一个治理能力 而且这个治理要非常强 因为你的薪水 是不固定的 你或许这个月 你很多 你会觉得 觉得说 还蛮好赚的 可是你 你哪一 你下个月或许 或许整个 整个市场没那么好 或者说 刚好case都不在这个月 那你就惨了 那你是不是要 你是不是要 卯吃饮 还是饮吃卯粮 反正不管 就只要你 你再做不购用 就很麻烦了 所以健行讲到一个重点 你不但时间的管理上 还有你财务的管理上 你的情绪的管理上 这个治理都非常的重要 你可能今天遇到了一个肥养 没有啦 很好的客户 下次如果你遇到一个很抠的呢 很难搞的呢 搞了半年把你累死 然后你又不一定能够赚到钱 对不对 所以这个风险 其实当然比你固定的工作来 会高很多 那你的压力 你承受压力的 你的EQ等等 都要很强 那心情爱真强 所以我们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继续请教 远见的李建新 回到节目现场 我是郑立文 为大家访问的是 远见杂志的副总主笔李建新 这一期的远见 他们的封面故事呢 非政治大军来了 台湾有62%的劳工兼差 71%的企业聘过零工 未来呢 有越来越多的这种 所谓的共享经济 或者是零工经济 在这个趋势里面 随着网络的发达 社群媒体的发达 越来越容易的媒合 那不只是人的时间 以后不是买断的了 而是有一种租用的概念 未来很多 譬如说从车子到房子 到这个你所看的电视机 电冰箱 未来所有的东西 都是朝着这种租用的概念 而不是买断这个硬体的 或是买断这个东西的概念了 因为人工智慧的关系 因为大数据的关系 因为物联网的关系 所以未来生产消费 工作生活 所有的形态 都会重大的翻转 而其中的一项 就是零工经济 当然我看到 美国的书 他们都是很正面的 去看待零工经济 可是所有的好的事情里面 一定都会有辛苦的部分 所有的干苦一定都有的 所以这一期的远见杂志 讲了很多具体的实际的例子 什么样的都有 低学历的高学历的都有 那么最后 他们当然还是跟大家提醒 你要迎战零工的 这样的一个未来趋势 你必须要自律 自销自助 我们刚刚讲到的自律 接下来请教李建新副总竹笔 怎么自销 就是说你自家帮自己 打广告销售出去 我刚刚也不是有提到一个概念吗 刚才在一个零工经济下 一个自由工作者的一个工作状态下 每一个人就像你自己 就是一家公司 那一个家公司 怎么去接人家的一个 跟我们一开始讲到 时间跟财务要自律 那刚才提醒李文有讲到一个东西 我好想要呼应一下 就是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品质 真的也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我们上班 反正我做得好做不好 其实老板真的再怎么看不下去 他月子 他柄都把你辞掉 可是如果他怎么样月子 都要发清水给你 对对对 辞掉还要给你遣散 对 所以说那个LOP都要查好几下 对 然后可是你知道吗 在未来的零工经济不一样 例如说我接了立文的Case 可是我不好 立文是可以先不用给我 给我钱的 因为他有可能会觉得 你怎么没合格 那个Case 我不能把你当成结案 那所以说 这个东西就会形成 就是说我们将来在一个零工经济 效果打零工的状况下 对于你的品质 真的就要非常的去在意 好 你一旦曾经有过 你曾经有过那种不良纪录 你那个LOP不好的话 这样子人家口碑宣传之下 像是例如说立文 要再找说 有没有人可以上节目来 来跟我做分享 快的李建兴 拒绝往来 忽然会不会说 然后这个就 就不会再被 再被 到来了 所以说 你要 这个就要进入到我们第二个 在讲的就是说 你要必须要懂得自消 那自消的话 就是说 就像每一个企业 你每一个成品 你都是要成为 你去接下一个客户的时候 你做PPT也好 或宣传也好 那当然现在 以个体户来讲的话 你要懂得在你的FD 或者说你在你的部落格 或其他的方面 你要去做 做行销 让人家知道 你看以前当 当认职员工 是让我们认 反正我就 我今天如果说 我要跳槽到别家 我就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我再把履历 寄出去就好了 寄出去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将来啊 如果你是自由工作者 你每天都在 都要自己宣传 真的 你每天就像是在 你都在应征 可是这样子真的是 都在应征 如果我是一个 喜欢网路工作 在电脑上面工作的 宅男或宅女的话 会不会很痛苦啊 宣传自己 就觉得我就是一个 不喜欢跟人家 打交道 社交上面的孤岛 我真的觉得会 但是你不得不 一定要 反而你要 对 有时候你上班 你还可以自己 把自己工作 老板叫我做什么 就把它做好就好了 我也不需要去 跟人家 社交或干嘛 可是你要 你要变成 零工的话 你要随时懂得 宣传自己 真的 你要让人家 看得到你 就零我刚刚才讲说 那些卖体力 卖时间的 那些小朋友 你知道报工地去打工 人家也会认识 好吗 是 这个人家做事情 会轻轻 然后他可以 他可以背三个 八八还是五个八八 那个也有差 就是你一定要 让人家觉得你好用 好用 对不对 一定是要这样的 真的 所以说我觉得 大家也不要高兴得太早 说将来我就自由了 我再也不用去 去看老板的那个脸色 客户的脸色更难看好吗 其实你以为你知道吗 我写完这个之后 我有更认真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 你开始珍惜自己的工作 这阵子还蛮不错的 对而且你下班就下班了 是神的 对可是如果你是零工的话 你永远没有下班的时候 完全没有 我问你啦 而且将来 立文讲到一个重点 你知道吗 将来你的工作 可能来自于全球 对 因为工作的媒合 可能你可能会接到 国外的工作 对 那人家跟你有时差略 说不好意思 我睡不着了 我可以跟你联络 不可能 你一定要配合他 人家那个 就不晓得租到哪一个达人去了 是 都不会租你了 被抢走了 对 对对对对 除了这个以外 我觉得啦 要提醒所有将来 我们未来的 自由工作者 以前我们在政治 我们有所谓的劳健保 对 我们有一些福利嘛 例如说 例如说我们该放的假 就像一粒一休 这么个差 对吧 是是是 对 然后我有时候看到 在炒一粒一休 我心里想说 你们如果去当当零工之后 你都会觉得 好像有一点 我们还在炒上市 上市纪的事情 是是 然后大家炒得很认真哦 真的 然后你们想 你有没有想想看 如果你 你现在将来成为打零工 你不 没有企业需要去负担 你这些东西啊 你怎么做 你什么 你东西几个小时 没人搬离 对 然后 就有在廉价 几张 对 当然我的意思是说 这些不该争取啦 如果在政治的确是 但是如果在零工的话 这些都没有 那你怎么办呢 对 然后还有退休金的问题哦 对 你看我们现在退休金 老板会帮你提拨 帮你存哦 对 后来都没哦 你要自己要打算 他那没有的就怎么办 是啊 自己都要想好 所以说这个 这个我觉得啦 将来 将来这个零工经济的一个状况下 对于所有商班族都是一个非常延续的一个挑战 在这样的翻转下 你是兵子呢 还是单身呢 我觉得真的都要靠自己 对啊 那最后自助是什么意思 你们这边讲说 对还要自律自销之外 还要自助 我觉得自助是应该是说 像美国在这方面其实还蛮成熟 我刚才其实也有提到就是 就是像保险的问题 那我觉得最主要就是说 劳工权益 以前我们在 最起码你看到现在镇子最起码有那种劳团 去帮你 去帮你 争取权利 去帮你去增赏 还有跟资方去那种 可是将来零工的时候 没有耶 可是当然啦 当然现在有越来越多国家 有一种工会 就是专门集结这些零工 形成一个工会 然后他会去制约就是所有的委托者 说你不行哦 你那个很好款 你最起码三个月要付还是什么 对啊 在很多国家其实有慢慢的 慢慢的在拟定这样的一个法律 是是 我觉得您刚刚讲到 我就觉得说 其实政府在这方面要扮演一个角色 您刚刚是说税收不到啦 我是在想说你在线上没合 或者是你找到一项工作 可能会有契约怎么定 以及到时候的很多的相关的纠纷 那你会不会被骗呢 你会不会钱领不到呢 那你会不会把case给人家 结果那个人跑了呢 这些有很多很多的样态 那法律上面的问题 权益上面的问题 彼此怎么厘清 怎么样保护自己 这个东西其实还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 而且我觉得政府 其实刚刚立委一直在 也在跟政府 还有跟各位听众朋友 在强调一点 就是说我们在找一地一修 这个也当然有他 有他值得调整的地方 可是你知道吗 像零工经济这个东西 我觉得让政府啊 真正喜爱 远切要 要看大 看远一点啦 是的 这个已经来了 他不是说我们还在想象 那这个东西我觉得 你要赶紧去立法 赶快去严厉 要不然这个纠纷会很大 因为每一个是散落在各地 你资讯也不好收集 然后你要认定方面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工程 而且它会变得很多 小小的大大的案子 各种各种的样态 其实因为现在我刚刚讲了 这种物联网的时代要来了 AI的时代要来了 未来的整个的经济形态 会是对现在秩序的一个全面性的破坏 包括你的工作形态 那这些东西很多法规必须松绑 新的东西才能够出来 那新的东西他也会遇到 他权益方面的相关的一些纷争跟需要 那你也必须要给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一个保障 还有包括这样睡才科得到之类的 所以说其实这不是跟政府没有关系 跟政府还是有关系的 所以这一期的远见杂志 就是告诉大家这样的一个趋势 你是不是现在就已经是一个 零工经济的一员了呢 或者是说你现在正打算进入零工经济 跟你的学历跟你的年龄都没有关 每个人都有可能 好谢谢远见 谢谢李建新 谢谢 谢谢